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深毒菌说说怎样才能远离被结核 控制传染源 能传播结核菌的患者就是传染源 结核菌在痰里还能活个半年 大部分新发的结核病人 在科学治疗几周后 基本就没有了传染性 积极治疗每个结核病人 控制住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结核菌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咳嗽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捂住口鼻 不随地口痰 在人群聚集的场所要加强通风 杀灭结核菌 结核菌有三帕 高温、酒精和紫外线 用废水煮或用酒精浸泡 结核患者接触过的衣物 把患者接触过的物品在阳光下暴晒 达到杀菌效果 保护易感人群 强大的免疫力是抵抗结核菌的有力保障 规律作息 运动、健康饮食、戒烟戒酒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深毒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